文化普系厅的中研车马坑 为它量身定做了展示台 为了要保护好传承好文化遗产 我叫王沛 我是陕西厂考古研究院 陕西考古博物馆展览陈列部的负责人 我在2018年9月份正式入职 陕西考古研究院之后 主要负责的工作内容 第一个是我们整个考古博物馆的建筑设计的内容 然后主要负责就是跟展成相关的 展成内容大纲的编制 包括展成版面生化设计 还有后期的一些布展工作 让我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 我们在考古博物馆的展览展示中 有一些整体打包提取的搬迁文物 这些文物的体量比较大 在我们整个展览展示的过程中间 就是在空间的布置 包括人力资源的分配上面 也是占了很大的比例 一个就是我们文化普系厅的周园车马坑 它的体量很大 我们的文保修复人员为这个遗迹减重 然后我们在陈列布置的时候 就是为它量身定做了展示台和支架 就是让它分散楼板的承重重量 就是从这个方式来说 就是说这个文物它的展示展出 是融合了我们考古发掘人员 文物修复人员 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 那我们在这个器物摆放的时候 遵循的一个原则是 同一个考古项目的一记营物 尽可能完整地进行展示 然后同时呢 就是典型器物成组展示 就比如说这个北宋律师家族 他们当时是北宋的士大夫 那我们通过不同的器类 不同的文物的摆放 让大家对这个北宋师大夫阶层的生活 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和认识 如果我们的考古发掘人员 是现场的亲历者 那我们就是文化的传播者 我们把发掘人员提取的信息 内容和研究的内涵 通过我们的再制作再加工 传递给更多更广的社会大众 感谢观看